建立Google的问卷 那我们在云端硬碟 从这里切换到云端硬碟就要到这里来 那先刚也建立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建立完 应该把相同东西摆在一起 按两下就进到这个资料夹里面来了 接下来点选新增 那这是Google的文件 制作文书处理的 跟Word一样 这个是试算表跟Excel一样 一样是软体 功能当然不一样 这免费的差很多 那这是Google的简报 线上简报 那表单在这里 点起来 那点起来就开始做咯 第一件事情 譬如说来 呃 加快表单的速度呢 哦 可以重复相同 了解 他现在教你了 好来 接下来点起来 这是问卷的名称 嗯 这个是问卷的名称哦 这个地方叫档案的名称 那把问卷名称打完又 请你这边点一下 这名字就过来了 不用再打 听懂吗 那当然每一个问卷 基本上可能都有姓名啦 所以说明要不要打 就自己决定 通常会加一些说明 比如说 公司今天获利很好 想办一个旅游调查的 把原油打在这里 那来 第一个 第一题 第一题就在这里了 第一题点下去开始打字 那他很聪明 打完姓名以后 他这边自动变成简答 好 那Google问卷有多少题型呢 点这个箭头 里面有简答段落 这些通通都是 我们晚一点再说 一下先不要那么多 好 那这一题呢 使用者一定要打姓名才能过去 就要把它切成 币田 这个 那我再加一题 来 等一下 我们先各位先坐到这里 来 点这个地方 一新增的Google表单 对不对 在这边打完名字 这边点一下就过来咯 OK吧 那接下来打完姓名 来 先把那个姓名这题先打完